今天我們要來開箱 便利商店所有的能量飲料 搞什麼搞什麼 OK阿欣 我馬阿廷 今天我跟馬琳兩個人呢 把便利商店我們可以看到 可以買到所有的能量飲料 通通就給他買下來了 我不得不說 比我想像中的產品還多了很多 而且我根本以為你是買錯了 說跑也有出能量飲料 我看到就知道你會喜歡這個 超酷的 這個都是我們其實 好久之前有拍過 我們拍的不是能量飲料 有點像是保利達B 體力活的人比較需要的用飲料 這個就像我們這種宅男 然後在家裡 人家打電動一邊客人那種 所以原味都沒有賣 沒錯 我們今天挑的都是特別奇怪的 我自己是不太會喝能量飲料的人 我也不會 對 就是有些人他們有那種魔爪中毒 就是家裡冰箱裡面一定要有魔爪 就像冰箱裡面一定要有台皮 一定要有啤酒那樣子 但我自己是還好 我甚至連咖啡都很少喝 飲料飲料是很強的東西 我喝完了以後 兩個小時以後你就會很想睡 因為一開始太強 你覺得自己很精神 你叫你複座 然後兩個小時就直接睡覺 好啦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每一款分別是什麼吧 先來看魔爪 先不說好不好 它的包裝是我見過所有所有 直到現在 就有那個感覺 對 而且如果你注意看的話 它的包裝不是完全都是鐵的 它旁邊是有點浮雕的那種 然後你有發現嗎 它其實比較大罐 多一點點 會有那麼一丟丟超值的感覺 對 它不只包裝有做好 它連上面這個 扭扣蓋 也是旁邊正在設計的 也有不同顏色的 對啊 第一款我們就來喝一般口味 但是是無糖的 這個是無糖的一般口味嗎 對 無糖的一般口味 好像是這樣 哇 好厲害喔 你好動喔 我上次喝魔爪 其實沒有很久之前 有時候你在去一些像電玩展 像一些展覽的時候 旁邊它就會發 它就給你免費了一罐 其實我一直在看那些什麼比賽 我覺得它們裡面是裝水的 為什麼它們在一整天比賽 一直在灌 沒有可能啊 它們沒有喝水 它就是要比賽啊 所以它就要完全的專注力 那個手會抖吧 白的 正常魔爪是什麼研究啊 我不知道欸 那所以這會是粉紅色嗎 其實就沒有人會把這些東西 倒進杯子裡面 從來沒有這個人 好啦 那我們就無糖魔爪 乾杯 いただきます 喝起來不一樣欸 好喝的欸 好順口 特畢絲的感覺 對 有一點點 然後有一點檸檬 鹽巴 一點點鹹鹹的感覺 還蠻特別的欸 比起那種死甜的那種飲料 它算是好喝的那種 就是有點健康的檸檬什麼什麼的 嗯 檸檬香 但它其實是用帶糖 所以其實也沒有那麼健康 評分好了 好 來 3分 我覺得比原版更好喝 下一看 我猜是粉色 它是什麼口味啊 我看 我告訴你 管浪攀去 你不懂啦 管浪攀去口味 你看我沒有騙你啊 Pine Line Punch 欸真的欸 啊 它怎麼沒有寫啦 它說這個東西是在 美國的夏威夷島 著名的一個沙灘聖地 它就是用了一些些 百香果 柳橙 還有巴勒 有種那種夏威夷子 巴勒 夏威夷 巴勒 我不知道夏威夷有沒有巴勒 夏威夷 我只想到椰子 哇 橘色欸 這個系是OK的啦 算勁 偏勁 有點奇怪的那種 像木憋果 對 等一下 好香喔 你去那種熱炒店 冰箱裡面拿一罐巴勒汁 然後再拿一罐柳橙汁 加在一起 然後打這個氣泡 對 絕對味道 開動 就是熱炒100的巴勒汁 好喝欸 一模一樣 那個巴勒汁大概占80%的味道 這個是普通汽水的味道 它有果汁欸 2%欸 算多啦 就是高度評價 0個分 登登登登登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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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們的營養不夠 要把這些東西 它們最重要的成分說出來 什麼成分 每100毫升牛黃酸是大概400 這兩個是大概400 大概400 好啦 下一個 這個不會念 Ganky 什麼咚咚什麼咚咚 來自日本的朋友 裡面寫說加了12種元氣成分 欸咻 它的氣很足欸 我剛打開臉被噴到了 到出來真的比較多欸 一個保利達B的感覺 這個是20毫克 20毫克的咖啡因 味道 保利達B 哇 真的欸 一模一樣 保利達B的味道 絕對是一模一樣 いただきます 欸我剛喝會不會暴斃啊 維大利 維他命C比較重的維大利 嗯 品個分吧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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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普通 頭有點暈了 下一個呢 我們來看到的是台灣的 康貝特 我一直很好奇 這種東西他們大部分都是賣給 怎麼樣子的人會去喝啊 就是勞動階級的人 那他們都不用打廣告嗎 就隨便啊 隨便 就是隨便抽一罐 喝完這個 喝A 明天喝別的 喝別的看看 其實我覺得是給 不喜歡喝咖啡的人 那我們來看到的是康貝特 味道聞起來真的不好聞 很像藥 對 很像藥 它就寫了 咖啡因30毫克 這個比較多欸 同樣的大小多了50% 但這個顏色不好看 而且聞起來也非常的不好 いただきます 喔 它的後勁很像在喝藥 對 很大一股 跨學的味道 不是跨學的醬料 是跨學的味道 對對對 品格分 目前最難喝 下一個 Red Bull Red Bull 給你一堆翅膀的那個加護血 它的外觀不太一樣欸 跟普條的朋友 對 你看這個 火龍果口味 讚 而且你上次才說 你不知道火龍果是什麼味道 對 喔 顏色是好看的欸 有欸 為什麼它是綠色罐 對 它應該是粉紅色的啊 肌肉難不會買粉紅色 是嗎 你想想看 我今天是在工地工作的工頭 然後我很man 我肌肉超級壯 然後我拿了一罐粉紅色飲料 我比涼的熟悉 問一下它的味道 嗯 欸 有火龍果 不是火龍果啦 這個是芒果布丁 芒果布丁是什麼意思啊 芒果味 怎麼慢慢的變芒果了 對不對 是芒果味啊 開動吧 它的泡泡好刺喔 好酸喔 它像果凍 對 果凍 草莓果凍融化的味道 假假的果凍 但它沒有那麼假 剛剛前面的泡泡頂 是感覺到氣泡在打泥 但是這個是刺你 很細很細很細的那種 停個分 再招有沒有這個招 我覺得是沒有奇怪口味的草莓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咖啡音是多少 32 32 喔 這個小小女官也很猛 一樣 Red Bull 這個是 巨乳 巨峰葡萄 它的咖啡音是 32 いただきます 色素葡萄味 哇 我直接喝得到 葡萄的皮的那個苦味 它連口味都好強 平和分 登登登登登 下一個 登登نا 來到滿牛了 這應該是台灣的在地最強的品牌了吧 它有寫 牛王酸1000 喔 剛才那個是300 3倍 哇不是耶 一 får是1000 100克是400 400多 也是比較多啦 多了1 7Как 咖啡因是30 我開始好奇魔爪它的咖啡因倒成多少 30啦 啊 所以差不多一般都是在30 30上下 味點是比較好啊 沒有那麼黃 但是它聞起來也是那種就是藥味 哇好重 它也是那種藥味型的 對 いただきます 哇好甜 它的藥味喝下去沒有那麼重 因為被甜味蓋過去了 為什麼這個比較滑 順口 比較厚 不像水 再兩瓶一點點 對的確 就很像你的魚缸放了一段時間 它的表面的那個 啊 一個分 下一個 來 這是誰 沒看過 戰友 我好強 我到底又看了嗎 金蘇 這個是韓文嗎 我的菠蘿味 30克咖啡因 哇你找到好厲害喔 口味呢是 薄荷莓果氣泡 我已經聞到一股奇怪的味道了 這裡整一排 都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不是水 不是糖 全都不是不知道是什麼 然後它上面寫不給負擔 幾給能量 不給負擔 開動 上個讓我站起來的 還是查的是魔手 就是這個味道 喝完你要涼涼涼的 腿巴好涼喔 對那個薄荷盒有出來耶 就要 欸各位我從來沒有喉嚨涼成這樣過 它從這裡涼到我的 猴頭 油汪酸 600 喔超高耶 我給那個涼涼一點 respect 來到今天重頭戲 登登登 我們的酥泡 如果它喝起來像是一般酥泡的 應該會很酥 就很對啦對不對 對 咖啡因 31 不一樣 不一樣 微微酥泡味 有點像西瓜皮 你聞一下 白色的部分的味道 開動 以黃黃的來說這個是 最容易喝的 100毫升牛王酸1000耶 超強的那種耶 頂天耶 最不 凝量飲料 對的確喝起來 就像是普通的飲料 品格分 登登登登 給4分 我自己個人最喜歡這個 最好喝程度啦 好喝來說是這個 最好喝程度的確是這個 字面上的成分功效來說的話 就是這個 酥泡應該是目前喝起來最順口 但是如果你追求超級功效的話 超級功效然後 讓你喉嚨涼到爆炸的話 就是這隻黑暴 先來這一罐 這三罐是我們今天喝下來 最推的 好啦 今天這集 下部就到這裡告一段落 我希望大家會喜歡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別忘了給大家留下來 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 哇 好強喔 能量 掰掰 掰掰